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岛内新增一例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一例死亡病例 此外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供应台湾地区的首批BNT疫苗 预计在2号上午抵台 185万剂疫苗将分两批运抵 每批数量约90余万剂 今天下午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供应台湾地区的首批93.2万剂 应有复辟泰字样的BNT疫苗 从卢森堡机场起运 预计2号早上运达台北 第二批约91万剂复辟泰疫苗 将于一周后起运 今年7月 复兴医药与台湾地区 有关企业和民间机构 签订共计1500万剂的 疫苗销售供货协议 尽管民进党当局曾多次无理阻挠 台湾民间自购应有复辟泰 标签的BNT疫苗 但也拦不住岛内民众的期盼 截至目前已有348万台湾民众 在预约平台上勾选BNT疫苗 疫苗有了 谁先打也是个问题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曾一再强调 这批BNT疫苗接种 会依年龄层逐渐往下开放 但昨天却突然宣布 除优先安排12至17岁的 在校学生接种外 其余开放预约平台医院登记 也同时优先提供 18至22岁民众预约 此举引发舆论哗然 岛内23至28岁上班族不经感慨 自己惨遭放生 不论是莫德纳 阿斯利康 还是现在的BNT疫苗 都轮不到自己 台自产高端疫苗8月23日 接种至今已出现6例死亡个案 且不良反应频出 如今随着BNT疫苗将抵台 原本预约台产高端疫苗的人 开始反悔了 根据台疫情中心最新的统计 8月31日 接种自产疫苗的岛内民众 只有500多人再创新低 而在疫苗不足的状况下 民进党当局和各县市防疫人员 也就是民进党当局划定的 第二类接种对象 却总能优先施打疫苗 台湾媒体人黄创夏就痛批 第二类对象 从最初造册的9万人 膨胀至27万人 其繁殖的速度简直不输病毒 台北市议员游书贵 昨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陈时中8月31日公布的 第二类对象造册数字是21万余人 但比对台卫生福利部门 另一份数据 第二类施打人数已经超过27万 多出来的人究竟是谁 针对BNT疫苗优先施打顺序大逆转 部分网友表示开心 这却也惹怒了大批青壮世代上班族民众 各方的观点 请小楠带来一个数例 小楠 好的 张涛 我们现在确实可以看到 有不少台湾网友都纷纷在脸书 相关的新闻链接下面留言说 我们上班族怎么又被插队了呢 缴税主力眼看其他人都打了疫苗 还要共体时间 上班族都是铁打的哦 不为什么就是为了选票 而面对BNT施打规划的大转弯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刘英龙也痛批说 招令西改轻诺寡幸 不负责任的民进党当局应该公开盗窃 请求民众的原谅 而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也直言说 民进党真的要小心 疫苗真的会毁了民进党 民进党当局采购境外疫苗政策 搞得是一塌糊涂 民间企业团体自行出钱成功采购1500万几编替疫苗 这等于是实验组和对照组 以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过去酸言酸语地表示说 疫苗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得到 甚至还说BNT是大陆分装云云等等各种各样难听的话 但是现在台湾有300多万人去登记要预约BNT 这就代表了明星向背 民进党当局和民间一比真的是差太远了